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交往三年了 我们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我们每天都在为结婚做准备 就在三个月前 我的新娘凭空消失了 任何可以联系的方式 我通通都尝试了 但是没有任何音讯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有请今天的男嘉宾 有请 男嘉宾小张 24岁来自重庆公司职员 有请小张 欢迎小张 今天这上场跟明张不一样 是你自己来的是吧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交往三年的女朋友 在三个月前 她夫人消失了 打电话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那去她家找她呢 她也不在 我问她妈妈妈呢 她妈妈妈说 她也不告诉我 所以说我今天来想求助一下 咱们结不住 所以是求助我们栏目组的 我的女朋友跑了 那么今天她的女朋友有没有来呢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看看小张的女朋友来没来 来 请开门 哦 来了 女嘉宾小杨 24岁来自重庆 公司职员 我听编导说找你老不容易了 对 就是三个月前嘛 我遇到一些事情 让我就是特别的不能接受 就是前段时间嘛 我们两个都在与我们的结婚做准备 就是有一件事情 让我特别不能接受 被婚了 什么事 就是她妈妈 居然让我们新婚之夜嘛 到她家去住 还特意说那边就是给我们准备了新房 因为她妈妈是小区业委会主任嘛 也是一个特别爱面子的人 就是说也请了左邻右舍的亲戚啊 还有朋友 来老总房嘛 我就觉得当天那么多人 那么的男男女女 我想让他们把我当小丑一样 来玩耍 来玩弄 我觉得你完全是想多了 那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这么多年也没个行情事的 赶上这件事了 热闹热闹了 开心一下 那不挺好的事吗 那现在还谁这样子的呀 新婚之夜去婆婆家出去住的呀 咱妈家 那不是自己家吗 那在哪住不是住啊 我就觉得你对我们家挺不满意的 对我妈也挺不满意的 买房子那事 这事都能出现分歧 我买房子 我结婚过肯定选择一步到位呀 我为什么后面还要花那么多精力 那么多时间 去在这房子上面 去浪费 买大房子干啥呀 你说什么 你打扫吗 这个凭什么我一个人打扫啊 这个不是我们两个共同的事情吗 那万一有小孩了呢 让他跟我们睡同一间屋里吗 他自己的学习空间都没有 我妈说了 小孩我们不用管 他来带 他来管 这不挺好的吗 我们一省心 这个话我听那么多次了 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子 婆婆都是开始说好 跟他带 跟他带 到最后真正有了小孩怎么样 管都没有管 不带的话我们自己带啊 那八十平米的房子 我们一家三口住还不够吗 就是我婚前嘛 我也不想闹太多的矛盾 然后就只好答应了嘛 但是就是房子装修完了之后嘛 他妈妈就三天两头来咱家 我都不知道他是来参观的 还是来视察的 我说挺好的呀 我妈来咱家来帮忙 来收拾房子 那挺好的事啊 咱下班了回家干干净净的 整整结结的 那不挺好的吗 之前说买小房子的嘛 是他妈妈 然后到最后 我们就是房子全部都弄好了嘛 然后他妈妈就说 房子小了东西多了 没地方放 还直接把我妈妈 为我们结婚准备的后被子嘛 给直接拿走了 被子那么多 放在那儿那么乱 我妈拿回家 然后帮忙晒一晒 这么照顾周到你还有意见啊 就之前嘛 就是我一个人住在那边 就晚上我觉得睡着睡着 觉得特别冷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 让他把被子送过来一下 结果就听到电话那头 他妈妈就说 这么晚就不能将就吗 然后他就真的没有 把被子送过来 害得我那一个星期都感冒了 你就不关心我的妈 那你就知道你 那天晚上我还闹肚子呢 那大半夜的那么晚呢 那我妈说 那出门有危险吧 不让我来 那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我觉得你就是个妈宝兰 你妈妈每天 给你打三四个电话 早上孩子问你 起床了没有 中午就是问你吃了什么 晚上问你睡了没有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从小就体肉多病的 天上生病 那我妈天上打电话 关心关心我 那不挺好的事吗 那你妈妈每次 为了编理由让我们回家 说今天给我们 炖了什么排骨汤 明天做了 我最爱吃的大龙虾 总之就是让我们 天天回去 天天陪她 我们的一点 私人空间都没有 这还不好啊 下班回家 就能吃到 我妈煮的热腾腾饭菜 多好的一件事啊 你现在去外面吃嘛 外面吃又难吃又贵 那何必呢 那回家就能吃好吃的 那挺好的事啊 喝汤的时候 那为什么每次 你妈妈都会 亲手断到你面前呢 她都恨不得喂你 每个母亲 对孩子 她不都这样吗 正常的事啊 这 那你睡觉 睡着了 她还会给你 念被子 还会摸你的脸吗 我觉得挺正常的呀 现在哪个妈妈 孩子这么大了 还经常摸你脸呢 还有我们 每次回去的时候也是 她妈妈就 每次搂着她 抱着她 还在说 让妈妈看看 咱儿子瘦了没有 这儿子怎么就瘦了呢 难道她妈妈 把她交给我 就这么不放心 我的天哪 你说我啊 那咱买车那事也是 是吧 买车我就觉得 重庆没有必要 早高峰晚高峰的 能堵一个多小时了 轻轨多方便呢 只要三十分钟 那我何不住轻轨呢 我不都是为了方便吗 而且你不能 错开高峰期去上班吗 错开高峰 我的天 那早上得多早啊 晚上得多晚回来啊 车买了吗 车买了 买了还炒什么呀 买车的钱是我们家出的 那万一我们家没有出钱的话 那是不是连我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照肯定不会的 这个 那我们当时选的婚纱照 我们不是订了六千的吗 到最后也是变成三千的了 婚纱照这个东西 我是觉得没必要 你派个一万块钱呢 你不也得压上底儿吗 那何必呢 没有任何意义 我婚纱照没意义 我们摆九桌 也没意义咯 我们当时也是一起商量的 对吧 二千八一桌的 到最后也是变成一千四的了 任何事情在你这里 你都会斤斤计较 被你打折扣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在你心里有没有被打折扣 但是你现在在我心里 已经被打折扣了 他给你打的都是五折 我一听啊 六千到三千 两千八到一千四 你给他打的是几折呀 姑娘 一折了 一折了 那麻烦了 财礼打折了吗 就是我们那边嘛 就是财礼都是二十万嘛 二十万 我们也只要了十二万 就是还拉着我的父母一起去商量嘛 还尊重八万块钱 我妈也是工薪阶层啊 是吧 那挺不容易的 那八万块钱不多嘛 这个婚节的啊 房子炒 车炒 彩礼炒 结婚照炒 酒席炒 还有炒的吗 你看这么多事 跟他妈妈妈妈 跟他妈妈妈 啊 跟他妈妈 他妈妈 经常给他买衣服嘛 嗯 然后每次就当着我的面 说我买的衣服不够好 他买的最好 每个人眼光他都不一样是不是啊 我不是没嫌弃你买的吗 结婚之后 你你的工资也归你妈妈管 这挺好的呀 我妈 那掌管我们家经济这么多年 是吧 那掌管挺好的 经济有序的 那帮我们管管 我们也省心是吧 挺好的事啊 现在哪个小孩子 还这样子的呀 就是把钱给妈妈管 你每次都不在自己的身上找缺点 好像你们一直在说妈说妈 爸爸呢 爸爸去世的 等于妈妈一个人含辛如苦 把你拉扯大的是吧 你多大的时候爸爸走的 十岁的时候 这难怪的 妈妈特别疼儿子 不容易 你一个单亲的妈妈 带着儿子 还要给她娶媳妇什么的 这个你能体会吗 也能 你这次来是想真挽回啊 还是要退婚呢 挽回 你母亲什么意思啊 母亲的意思 也是大家一起相互沟通嘛 新房的钥匙 你妈是有的对吧 有 妈妈对你放心不下 这个你能理解啊 肯定能 你离得开你妈吗 现在有点离不开了 所以我理解 其实闹洞房这件事情 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了 是因为你觉得 你已经连续让步了 对吧 车子你说不买 我为了买 我们家拿钱买 彩礼我们说二十万 你们家说八万 凡此种种 其实我都接受了 可是为什么你们一点 都不能接受 我的一些想法呢 你会觉得 在结婚这件事情上 你完全失控了 面临结婚这些 具体的步骤和现实问题 女生受不了了 男生的家庭背景 是妈妈一个人 含辛茹苦地拉扯大 所以现在的准媳妇 和未来的准婆婆之间 又叫上了劲 这么多的矛盾 该如何化解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想先跟女生说一下 通常单亲母亲 抚养长大的儿子 他们之间的这种 血浓与水的关系 可能会更超越 一些普通家庭 儿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会感受到母亲的 这种艰辛和不义 所以这种依赖 依靠 可能并非因为 另外一个人的到来 会迅速地做改变 所以我想先提醒的是女生 你可能要考虑到 她这个特殊的家庭 要留有一定的余地 那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一下男生啊 从我整段听下来 我觉得有几个 是我印象深刻的 比如说 闹洞房这个事 这个陋习 新娘子尤其害怕 特别是看了一些 负面的报道之后 她很担心 这个喜事 会不会变成一个 回忆起来 特别不开心的一个事情 对她来说 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她不希望有任何闪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女生提出的顾虑 你应该考虑 第二 当她说到拍婚纱照 和婚宴的时候 我是在你们两边 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婚纱照 一定遵从她的意见 你说的不对 你说婚纱照拍完之后 就放在那 一辈子都不会看一次 婚纱照拍完 是挂在家里 你一直在看的 一直挂到老的 不是说你一辈子 都不看的 然后婚宴 其实我有另外的看法 我觉得婚宴 那个是个流程 是摆给大家看的 我觉得两千八 一千四 其实我如果作为亲属啊 我不是太在意 女生她有很多诉求 她其实是一个女孩 正常的要求 结婚后 我们俩的财物 我们自己管 这个应该 大家听起来都没有错的 因为你们要建立一个小家庭 你就是跟妈妈再好 妈妈不能够角色越位 你记住 你现在要和她结婚 你们就另外成为一个家庭 女生可以体谅你 在某些时候包容你 但是你和母亲 你们之间 两个人的角色定位 一定要清晰 谢谢 谢谢周琴老师 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 刚才在听 男生讲的过程当中 我不停地在画阵子 我画了17个阵子 是你说的 我妈说和我妈 我当时想 这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 当听到你告诉赵传老师 你这么小 父亲就去世了 是你妈妈含辛茹苦 把你拉车长大 你和妈妈相依为命 我瞬间地理解了 其实这是一个 蛮了不起的母亲 她为什么希望你们的婚礼 以后 洞房能放在她的家里 并不是要风光和面子 其实是要告慰 她在天堂的父亲 这是一个母亲 我想很自然的 她是内心的一种喜悦 男生我还是想问你 结婚以后你的工资 让你妈妈保管 这种法理情理 都是说不通的道理 是你提出来的 还是你妈妈提出来的 我妈提出来的 她是怕我们管不好 年轻人大手大脚 这一点你妈妈做得不对 你们分明给这个未来的媳妇 一个明确的信号 只有妈妈 才是可以信赖的家人 而她是要小心提防的外 这一点 你妈妈 不管有多少理由 都说不通 但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她妈 刻意地 向来干涉你们的婚姻 并不是 而是她太爱这一个孩子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你就有问题了 我们说一个男人 他进入婚姻角色的速度 决定了婚姻的幸福指数 很显然 你没有长大 你没有断奶 你让你妈妈担心了 如果你在你妈妈面前 表现出来的 是可以独当一面 我是一个长大的男人的时候 你妈妈不但会信慰 有些事情 她懒得来管 所以男生 可能更多的 你真的要改变 真的不要去追究 这三个月 她为什么人间蒸发 而是要追究 人间蒸发三个月 背后 增结在哪里 在你身上 不在你妈妈身上 你明白吗 谢谢伯红兄 余老师 先讲点道理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然后我们再说点感情 没有感情 也不可能 恋爱三年 道理是这样的 我问男生 结婚和不结婚 区别是什么 你知道吗 结婚前自由的吧 结婚后就 不自由 就不自由了 就要考虑很多东西了 为未来做打算 其实你们在 三年恋爱当中 好像也没那么多 的纠结 对不对 一到备婚间断了 才出现这些问题 是不是 是 因为结婚以后呢 就是一个新的家庭 还是那句话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什么是规矩 这工资 在一个家庭当中 这笔钱 就是你们新家 生活的一个 最基本的保障 这是一个新家的规矩 女丧 我看到 婚纱照大折了 财力打折了 然后那个宴席打折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女方 其实已经做了 很多的让步了 如果说 第一次提到 结婚那天在哪里住 我估计女方也得让步 但是恰恰这么的是 都连在一起 女方觉得不让步了 这件事情 要男方去协调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以前是妈妈管你 记住 未来你作为男人 要去管你的妈妈 管妈妈不是不孝顺 而是说 如何有理有结地 去平衡好 妥协关系 这是你的责任 你不能一直就 没长大没断奶 这个不行 我们都能非常理解 你和妈妈的这种感情 我们都能理解 一般来讲的话 像这种 由一个担心家庭 抚养长大的孩子 这种分离 一定是有问题的 分离不开 是儿子离不开妈妈 同时妈妈也离不开孩子 但是话说回来了 一旦成立新家 必须有所割舍 然后我希望 未婚妻 如果你有可能 走入婚姻的话 那么要想办法 在结婚以后 孝顺你的婆婆 有一个补偿 才能够让那个妈妈 放下不舍的感情 做到更好的分离 兴许能够缓解这个部分 当然最关键的 还是你男方 怎么去结调 好吗 谢谢余老师 我先问男孩 你妈妈是管你的工作 还是管你们俩 她现在提出来 是管我的 因为我们还没结婚 你结婚是干嘛的 是成家对不对 那你是跟谁成家 跟她 对啊 你跟她成家对吗 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 要商量 两个人的日子怎么过 我有一点 还是不同意 大家的看法 我觉得她母亲呢 有两件事情 就真的是在画地盘了 第一个呢 是我要管孩子的钱 这个是绝对不应该的 月线了 第二是什么呢 她跟儿子说 说你看你老婆买的衣服 都没有我买得好看 合适 这个特别不对 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否认 她这个是越权和越位 这个大家 我听起来 大家都是认同 她越权和越位的 对 这个做法确实不对 但是在这个 不对的做法的背后 她是有一个 心理折射在这儿的 她老婆说得很对 关键问题 生活中很多的 薄熙矛盾 就是一个女人 从另一个女人 手中分割爱 但是呢 她妈妈这样的一个 特殊状态当中 她可能这种 捍卫意识更强了 这就是要看她的智慧了 如果说她表达出来的 是一个有孝心的 这样的一个女性的时候 她妈妈就会放心 我觉得不是看 女方的智慧 是看男方的决心 我的建议呢 女方其实看 刚才她哭 她是割舍不下的 其实两个人感情挺好的 真的不希望她们分开 这个事儿啊 是这样子 就是看似妈妈的强势 管儿子 因为儿子比较弱 其实她要的是一种连接 如果儿子比较强 真的变成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人 去反过来 去管两个女人的时候 能给予两个女人的时候 这个题就破了 这一个孩子 她妈妈不容易在哪里 为了她相依为命 而且自己放弃了 任何的感情方面的追求 就为了这个儿子 我建议啊 这位男生的妈妈 你认真地看我们的节目 为什么我们的嘉宾 对您的事情 这个热情超够了 对两个孩子 其实我们觉得问题的症结 主要在您身上 我们特别想表达的是 固然您非常不容易 把孩子含辛茹苦地拉扯大 但是 好 对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noticed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a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read oh everything is like a test i better not text or i'll come off desperat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baby you'll get sick of being a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tidding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uttercub? so if i play dead will you regret everything that you did that you sai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at you're doin' and my heart's black and blue from the brui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isittin' there gaslighting and confusing i feel like when i'm with you i'm losing i feel like you think that this amusing was it me? is it me? am i deluded? i'm the one who's always sorry the conclusion even though i offer all of the solutions i wish you loved me like i love you it's stupid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never feel lucid i wish i wasn't struck by cupid i wish when i first saw you i knew this when i'm with you i feel so useless i feel diluted my heart's been wounded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ime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ould feel this blood inside my palm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of brain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那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会努力做以后我妈之间的融合剂 我觉得我们现在最缺少的还是沟通 你就是能不能别有事没事 而且当时我的心真的欺着欺凌的 我真的不知道就是 我到底能不能还做你的心情 在那违寒的夜寂寞来寻 最好是你做你的呼吸 可能在这闹洞房两个含义 一个含义我妈想给别人看看 看我这个女人多不如 但是我熬出来了 但是我熬出来了 我儿子娶媳妇了 第二个含义在老房子里说 老公啊 天堂有眼啊 你看啊 儿子长大了要娶媳妇了 我呢 算把你们家这任务给完成了 如果她这么跟你说 你还会那么反抗 所以她同情大力 你还不够顶天立地啊 如果还想继续往下走 就请出来 如果说我还要考虑考虑 还没考虑清楚 可以不出来 谢谢两位请回 这个本来觉得是 一挺轻松的事啊 来请关门 就是一个落跑新娘 就想轻轻松松的 结果你仔细分析完了 又希望他们好 你有担心和害怕 这个时候就看爱情的力量 不知道他们考虑得怎么样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下载 金鱼APP和外市打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 金鱼APP天津FTV网络电视 外市打手机客户端 来收看本期节目 真的不敢开门 但是也得看哪 请开门 你得快点长大好吗 刚才也被老师说了 只有你能摆弄这两个女人的时候 你们就真的达到了幸福 所以除了包容他的妈妈之外 你还要给你先生一些世界 帮他去长大 好 好